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自动停机款和设定压力款的气泵 先说一下自动停机款 自动停机款除了普通的精简版和精装版都带有的防暴滑之外 多加了一个当机器达到30个压会自动停机的一个功能 停机以后机器会报警 也不是只有30兆帕这一种选择 我们也有其他压力的 如果说有其他压力需要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淘宝客服资讯 但是这个压力它是固定的 后期的话没办法自行调节 如果说需要更改的话 只能公换压力表 给大家演示一下30兆帕自动停机的 我们把软管堵上 注意这里我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时间比较短 所以没有加机器 没有接水 你们平时充气的时候注意 一定要确保水 连接好以后再使用 好我们开机 机器达到30兆帕 自动停机 停机以后会报警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款设定压力 设定压力 设定压力 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自己任意调节压力 需要多少个压 可以事先设定好 当机器压力升到设定的压力以后 机器会自动停机 停机以后同样的会自动报警 给大家介绍一下 设定压力的调节方法 设定压力的机器 压力表上面有个红色的旋钮 可以左右旋动 有一个调节指针 有一个调节指针 我们先设定在10 好 测试一下 再设一个20 需要多少压力 就可以设定到多少压力 30 如果把压力调低 那就往左旋 如果想把压力调高 那就往右旋 我们机器一般使用压力是30 就是0到30 所以说调节的时候 注意不要调节超过30 然后再调节超过30 然后再调节超过30 然后再调节超过30